短短三天前 俄羅斯才舉行勝利日閱兵 但俄軍不光無法取得戰場優勢 連原本包圍的烏東大臣哈爾科夫 都逐漸拱手還給烏克蘭 烏克蘭部隊正在逐步收回 哈爾科夫周邊村莊 一步步拿回東北方領地 連俄軍日前想要在努甘斯克地區 搭橋跨河進攻 都被烏軍半渡而擊 但俄軍戰略重心似乎再轉移 俄軍似乎把資源集中在較穩固的南部地區 甚至還想在被俄軍完整佔領的南部城市 哈爾松舉辦加入俄羅斯聯邦公投 戰爭至今已經打了兩個半月 全球都在關注接下來會如何轉變 三地新聞 中語號報道